Hello 各位姐妹们 今天我们就来做一个斯福兰的开箱 那斯福兰的指扣还在继续当中 我已经收到了呢 我这一次下单买的东西了 然后呢 我这一次下单呢 也是非常的克制的 就是买需要的东西 不要囤货 那就和大家一起来开箱一下 看一下我这一次都买了一些什么东西 先来和大家说一下这个 我现在嘴唇上的这个唇色 那就是来自这个Real Beauty的 其实我在之前的视频里面 和大家分享的呢 是想买它的那个套装的 但是呢 它那个套装在第一天 就已经受庆了 我就只能退而求其次买了 它的这个 Tinted Lip Oil 我买的这个颜色呢 也是Delight 就是我现在唇上的这个颜色 我跟你们说 刚打开我在手上一试色 这颜色也太土了吧 就是它的棕色调非常的明显 我想说完了 这个颜色踩雷了 然后呢 我就给它上嘴了 上嘴一看 它还蛮好看的 不是我想象当中的那种棕色 会觉得就是脸色很暗沉的那种棕色 它上嘴反而觉得非常的提气质 然后呢 它这个唇油呢 是在嘴上有那种清凉的感觉的 就是你在手上试色的时候 感觉不到它的美 但是上嘴了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 这个唇油还是有点东西的 然后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这次买的套装 我这次买套装 只买了三个 先来看一下 那个头发护理类的 这个呢 就是Living Proof的PhD Perfect Hair Day 这个款呢 主要是我考虑到 冬天的时候呢 我想用一个发膜 有的时候 头发会比较干涩的时候呢 可能发膜的营养更足一点 所以我就买了这个套装 里面呢 有两瓶 这个是conditioner和shampoo 就是洗护的套装 然后呢 它还有一个发膜 就是这样子的发膜 它们的容量呢 都是236毫升 就基本上我觉得 在Sephora上面买的 这种护发的产品 差不多大小的包装 我之前去的那个Hair Salon 它就是一直用Living Proof的产品 然后后来呢 他们就换了一个老板 换了一个老板呢 他们也换了一个品牌 就换Amica Amica呢 我这次也是用我的积分 换了一个他们家的套装 就是这个 这个绿色的套装 他们家真的很会做包装 然后选择的颜色 就非常非常的多巴胺 很鲜亮 它好像可以积分换的有两个 还有一个是蓝色 一个呢是这个 这个是属于Bound Repair 具有一点修复效果的 反正冬天嘛 我觉得用一点有修复效果的 会比较好 加拿大冬天那么冷 其实对头发很有考验的 我觉得这个套盒也挺好的 它里面是有两个 这个呢是conditioner 那这个呢就是一个shampoo 这样子的一个洗护 然后它还有一个 是它的这个mask发膜 对发膜 再来呢就是它的很有名的 这一款dry shampoo 这个dry shampoo呢 它是有套装的 就是这一次也是有一个套装 给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dry shampoo 上头之后的一个 在头发上的一个表现吧 OK 喷在头上好凉了 我的头发 OK 这就是喷完的一个效果 我觉得头发上呢 也是可以去掉油 然后你的发可能会有蓬松感 OK 头发类的呢就是这些了 我感觉已经可以用到 我下一次春季的时候的指榴扣了 因为我家里面还有没有用完的 那我们现在呢就来看一下这个 保养类的 保养类的呢 我主要买的是抗老的 OK 我们现在看一个这个Juice Beauty家的A纯的精华 这一套呢好像只计价大 美国的姐妹们呢就好像买不到 它是这样子的 它是有一个A纯的精华 这个是面部的精华 然后呢还有一个眼霜 也是A纯的一个眼霜 这个Juice Beauty呢 我是之前看到一个配方师 然后再提到这个品牌 就说这个品牌其实做得很好 但是好像他们的就是名气没有那么响 所以我觉得可以买来试一下 这个我没用过 挤出来是这种有点黄黄的颜色 黄黄的乳白色 擦在手上的感觉是那种滋润的 这个第一个感觉 就是first impression给这个精华呢 我觉得还不错 是那种熟灵机会喜欢的滋润感 味道有一点点那种好像citrus那种柠檬的味道 酸酸的味道还蛮好闻的蛮清新的 这个我觉得可以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这个eye cream 它的这个eye cream呢 我当时看到也觉得 这个不错 因为它有一个涂眼霜的一个头是这样子的 看到没有 按下去就会出来 你们看 眼霜是白白的 这样子擦在你的眼睛上 有一个类似于按摩头一样的这样子的一个applicator 味道我感觉这两个差不多都有淡淡的那种citrus的味道 然后呢这个也是偏比较滋润向的一个眼霜 它也是A成的 那就整个的这个他们家的这个配方呢 就是给抗老的 所以呢 有抗老需求的姐妹呢 在加拿大的姐妹呢 可以冲一下这个 还有一个护肤的呢 是这个 Dr. Dennis Gross 这个套盒呢 是一个早C晚A的套盒 里面有两瓶full size的精华 一个呢就是15%的VC精华 还有一个呢 就是它的 这个叫什么 A成的 晚上用的一个A成精华 然后呢 它还给了几片这个daily peel 这个是它的A成精华 如果看过我之前视频的姐妹也知道 我之前是买过的 然后已经空瓶了 你看它挤出来 也是这种带一点黄黄的这种 也是非常滋润的 这个呢 没有什么太大的味道 因为它是晚上用的 又是给熟灵机用的 所以呢 像这种A成的精华呢 它都会调的 相对来说滋润度比较好一点 然后呢 再来就是这个VC的精华 他们家VC精华我没有用过 但是15%VC的含量呢 已经算是VC精华 里面含量比较高的 这样子的一瓶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里面的东西 嗯 就是这种 黄黄的VC 对啊 它是一个油哦 姐妹们 它是一个油 干皮可以冲 它这个VC精华也没有什么味道 因为一般那种黄黄的VC精华 都有那种柠檬啊 橙子啊那种味道 它也没有味道 反正我的first impression 对这个15%的VC精华油 还是很好的 那里面呢 还有一个这个 这个里面呢 就是他们家的这个Pill the wipes 然后里面有这样三包 每一包呢 都有step one和step two 大家就按照它的说明去用就可以了 我相信有很多姐妹 对这个产品非常熟悉了 之前之内 这个也是非常火爆的一个产品 Poof的礼盒呢 我就买了这两个 我感觉这两个呢 也够用到我下一次春季折扣了 还有的礼盒呢 我就是没有抢到 对我感觉这一次还是卖的挺好的 Sephora 然后来看几个补货 一个呢就是这个Tower 28的睫毛膏 这个睫毛膏呢也是我现在在用的 应该在我的化妆包里面 对就是我现在在用的这个 这是我今年买的 我觉得蛮好用的 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刷头 然后呢它算是刷上去 睫毛比较根根分明的那种感觉 是我比较喜欢的 今天上那个Sephora的网站上面看到 他们还出了一个mini size 所以大家可以先去买一个mini size 试用一下 如果你不太确定的话 再来呢就是一个开放地的眼线笔 眼线叶笔 我买了一个棕色的 现在的它的包装呢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我觉得不用多说了 大家都在用的 然后 还补了一个化妆棉 这个自身糖的化妆棉 这个化妆棉呢 其实没有什么好多说的 我想说就是我刚开始买这个化妆棉的时候 是8加币 现在是17块5加币 我觉得它的价格已经涨了不止一倍了 大家有什么好用的化妆棉呢 也可以推荐给我 我还少买了一样东西 我还少买了一个那个修容 因为我要买一个就是那种做提料用的修容 我已经用完了 那今天这个Sephora的开箱呢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争取在这个周末之前上架这支视频 因为呢大家可以这个周末再去看一下 有什么合适的东西想要补货的 也可以参考一下我之前那个视频 和大家分享一些值得买的套装 那最后就祝大家周末愉快 那我们就下一期视频见吧 拜拜